经纪人说你衣服有点褶 褶还是这样 那这样好 那我是拉着的 我不拉就不行了 突然浮现出来一个画面是谁 大理学手 但是你知道现在玩什么游戏吗 什么游戏你猜不到吧 这是15年前那种接电视的 混动 对啊 说到玉米呢 上海话会说珍珠米 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会说珍视你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玉米呢 都非常的喜欢李宇春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李宇春 来到我们的声音朋友 你好春春 啊 春春好 还一句好 春春不论到哪儿 都有很多的玉米出现在你身边 就有时候你都自己都不知道吧 下飞机的时候就会有人在那边等 嗯嗯 就每次都有 然后有时候 嗯像飞机晚点 飞机晚点有一次 我从上海飞回北京 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都还有还有人 春春这个经纪人说你衣服有点褶 褶也没办法 褶还是这样 只要不是肉 那个拿个纸板进来 那 这样好 那我是 拉着的 不拉就不行了 那这样 这样我们 我们给观众解释一下 今天大家看到的 褶的呢是衣服褶 不是肉 不过玉米如果看到你讲肉了 肯定会很开心 他们希望我胖一点 不过我确实最近胖了一点 啊几斤 胖了 胖了 我可能四斤左右吧 卓有成效 恭喜恭喜恭喜 是是是 其实说到这个春春的玉米里面 年龄层次都是不一样的 听说有一个奶奶级的人物 有很多奶奶级的人物 有很多奶奶级的人物 然后有一个夏奶奶 对 那当时这个夏奶奶还说一句说 你很帅 好像一直春春都会被别人评价为帅 你自己觉得自己帅吗 就是自恋的时候 最自恋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 我都 讲不太清楚 这个 可能我身边的人会比较好 比较清楚你的自恋的状态 所以你下期可以做我的助理的专访 然后就可以问到你是如何自恋的 对不对 春春来到我们的摄影棚已是深夜 随心的助手经我们恳求 在节目录制完毕之后 接受了简短的采访 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种不一样 它的那种是 比方说如果到了电梯里有那种自恋的环境 比如说可以有那种镜子 或者在家里能够不是特意的看到 然后就会有那种 比如说做一个比较自信 或者比较满意的那种感觉 这就属于他的自恋嘛 应该 歌迷给你送的礼物里面 有没有你觉得太贵重了 你都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有啊 最贵重的礼物是 有乐器 乐器 就有鼓 有架子鼓 一整套 然后有电吉他 有键盘 然后 还有送家里钥匙的 就是有一个 在北京 清华大学念书的大学生 然后 因为我之前在成都唱剧的时候 就已经有 就是采访嘛 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自己 毕业之后打算去北漂 打算就过苦日子 因为在北京可能没地方住 然后他是好意 就是把他宿舍的一个 一个钥匙寄过来 他是希望 如果我有照 一直真的在北京北漂的话 能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我好想去用那把钥匙试试看 能不能开开 然后有地址啊 什么都写得很清楚 你有没有这个好奇心啊 没有没有 这个玉米其实有很多 让你很感动的故事 那你觉得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情是 最让我感动 我觉得太多了 就是在玉米当中 我觉得这种故事太多 本月 本月 最感动的世界 本月最感动的世界 本月最感动的世界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叫 叫连艳的小玉米 因为他的白血病 是杭州 然后我去杭州巡舍的时候见过他 然后也是号召玉米在 就是为他捐钱嘛 因为他要动手术 但是现在就是手术费还没有筹够 我觉得 然后然后我到长沙就有很多玉米 然后包括把这些消息告诉我 然后他们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很感动 现在经费筹够了吗 现在没有 就是目前我因为 我也是那个小天使 今天代言人嘛 是是是 所以我特别希望 我不要在那空的号召 让我自己也会尽自己的努力 所以今天这样我们借一个机会 我们也跟上海的朋友来呼吁一下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救到这个 白血病的小朋友 让我们跟大家呼吁一下好不好 呼吁 他好可爱 春春不仅呼吁玉米能奉献爱心 自己更是亲力亲为 给病童在心理上以莫大的安慰 我的眼睛围绕你看 我的眉毛围绕你画 从来不是围绕他 1 2 3 D&D 我爱你 甜蜜的我爱你 春春有最遥远的距离 也无法拉近 加油 说到你那个小天使的一个代言人 和你同为代言人的还有一位 刘翔 你怎么看他 我觉得他性格 也是属于 就 平时也比较内向吧 然后 因为劳伦斯班长的时候跟他做一块 然后话不多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 那你们两个如果坐在一起两个人话都不多的话 会不会一个小时 几乎没有说太多吧 就打招呼 一个小时坐在那就冷场 对 然后就 会觉得有一个人比我还高的坐在旁边就 有一个黑影子 这种感觉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觉得好男儿的一个形象 觉得他算是吗 我觉得应该算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能要全面衡量的东西 就怎样去看一个好男儿 我觉得也可能是要全面衡量的 但是就他来说我觉得应该算是 在你心目中 这个全面所谓全面衡量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觉得就会有很多 就会想到很多好的方面 比如说善良啊 真诚啊 勇敢等等 但我觉得就是最早浮现 就第一印象浮现在我脑海中的 我觉得应该是责任感 你现在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来一个画面是谁 就是OK 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 大力水手 为什么大力水手是好男儿 开玩笑啊 太好玩 就会吃菠菜的都是好男儿 没有没有 春春很卡通 春春喜欢看卡通片吗 还算比较喜欢 现在时间比较少 但是很喜欢打游戏 嗯对 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要什么游戏吗 什么游戏 可能你猜不到吧 猜猜看 魔兽 估计没人猜到 这是15年前那种接电视的 混混斗 对啊 超级玛丽 超级玛丽 坎克 又将先起一轮新高潮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童年的回忆在里面 那个时候可能就打不过 现在可能就能打过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是爸爸带我打15年前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再打会有另一种感觉 小时候你在你记忆深处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特别被呵护被爱护的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觉得我就是长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里面 爸爸妈妈也就是很一般的 爸爸是警察 妈妈那个时候是 是做一个什么公司 反正她退休很久了 我都不太记得 然后就很简 和平常家庭都没区别 春春在成为一个歌手之前 就还在读书 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会不会陪爸爸妈妈去逛街买菜啊 会 逛街就比较少一些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逛街 可能我爸性格也不是很喜欢逛街 所以就逛街比较少 但买菜呢就时常会有 你会跟妈妈去买菜 我爸买菜 我妈也买菜 你会跟着他们讨价还价吗 奖价差一点 自己有没有就是那种经历 自己一个人去买过菜 买错了吗 没买错 就我常常看他们做菜 因为我觉得做菜其实挺好玩的 就不会买错 春春的哪首菜是 就我吃过的都能做 但是我在家从来没有做过 什么没有做过 在家里面 在家里没做过 你都是在那儿做的 去校食堂 不是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同学大家聚在一块 在家里面做菜 然后每人做一道菜嘛 那个时候我会做菜 然后现在我 因为不在成都 在北京 有时候就有兴趣的时候会做菜 所以爸爸妈妈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秘宝的蛮好的 但是我们希望爸爸妈妈可以 我们会把这个放到网络上去 让爸爸妈妈知道 原来你会做菜 回去要做饭给他们吃 回去他们不会让我做的 水煮鱼会不会 会 然后还有这个公报鸡丁 你就是连你一喜欢吃的吧 发现了呢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消耗很大 所以走到哪儿都是 来外费 你最多的时候能吃几碗饭呢 吃五碗 设想与和解PK 你们当时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唱儿歌 当时选定的是两只老虎 春春其实当时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也不少 爸妈支持你去参加吗 支持 比我自己更支持我去 基本上你就很懒 对 我是那种就看到很多人报名就 不想排队 那那次超女你排了多久 我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吧 那你还算好的 对 因为我有同学帮我排 这是你音乐学员的同学吗 对啊 我们需要去很多人报名 就我不愿意去 然后我妈妈也是在家里面说服了我好久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吧 本来我是想敷衍它 所以证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然后就去了 去了以后有 看了好多人 就马路都快压断了一种感觉 就不想不想报名 因为身份证啊 相片都没有带 后来 就有人在那排队嘛 然后正好碰到和解 他当时已经已经比完了出来 非要非要拖着我去拍照 就是才去照得上 才去报的名 何杰也是你的同学 在学校里面 和他没有现在这么熟 就因为他比我小两届 虽然是一个老师的学生 但因为课时不在一块 所以就各上各的课 但有时候可能就时间会 比如说我们班上举行什么 活动会见面 就只是认识打招呼那种 你知道你有一位好朋友 就是你刚才说的 读书的时候不怎么熟 现在很熟的朋友 曾经呢 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说你对他很凶 是吗 对啊 好 你对他凶过吗 凶过吗 我觉得还好吧 没凶过啊 经常用眼神挑衅他 不他 我是属于 用说的方式 他是用武力的方式 所以他比我凶 他用武力 对对对 他怎么用武力啊 就捏脸啊 对捏脸是他的常用手法 就经常捏你的脸 我们来看看何杰 是怎么说你的好不好 他有时候会经常做些 很讨厌的动作 你知道吗 比如说 讨厌吗 而且他演得很欠打的 对啊 对啊 然后你就疯了 然后你就在进行 完全被他打死 刺激到 所以玉米总是 总是受我捏他 其实你们春春也欺负我 对 你真的会 你真的会挑衅他吗 对啊 这是我的常用动作啊 对 但他学得像吗 他还说比较像吧 比较像 你就眼神瞟着一边 没有眼神没有那么 那么欠扁 所以他就会冲在你捏你 对对对 不过不管怎么捏你的脸 还是比较比他瘦一点 还好 他现在瘦了 之前他一直在说 你是一个很宝贝 玉米送给你的礼物的人 但是他唯一可以和你分享的是 吃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吃了很多 就是可能这么大口袋吧 就是不会见底 就不断有人送 但是我自己其实平时不吃零食 所以都交给他 然后就在比赛期间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对因为他比较喜欢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你们还蛮互补的 对因为因为我吃米饭 他不吃米饭 他吃零食我不吃零食 所以零食就交给他 米饭就交给你 对 所以就是也有这个朋友说 春春不论去哪吃饭 你坐上桌子就直接说 拜拜 对啊 那个时候就是比赛太辛苦 就每天感觉是筋疲力尽那种感觉 就是排舞啊 和乐队啊 拍宣传片 又非常热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消耗很大 所以走到哪儿都是来外飞 你最多的时候能吃几碗饭呢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碗不大吧 但是可能有四五碗 其实像你2005年来讲 对你是一个很大转变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其实之前就像你说的 你去参加超女海选的时候 但是都没有想说只是敷衍一下妈妈 对对 你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一步一步会做到今天 因为可以说我那段时间有很多比赛 都几乎算比较麻木 以前我参加比赛的心态可能就会想 我要拿个第几名 要拿个第几名 然后可是一直都没有 然后当我老师跟我聊天 然后就开导我之后呢 我就就很多比赛 我都会参加 就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让可能就是比赛的选手就认识我 就也是多一部分人认识我 是 所以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 去比了 而且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朋友也好 这个跟你一起的队友也好 就是不停地上PK台 你好像很少有机会 我几乎就我被带定过 但我没有上过PK台 对 所以就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那种心情吧 我觉得也算体会 但可能站在PK台上会又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总决赛的时候 其实五进三嘛 五进三的时候也 也考虑到可能自己会上PK台 也和和解 因为我们住一个房间就 因为五进三就 成都上去不可能三个人全进啊 大家都其实心里面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就肯定会有人会有两个人上PK台 那我们就在设想 如果是我和他上PK台会怎么做我们 你们当时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商量出来的结果是唱儿歌 就无所谓啊 就是谁上谁下都无所谓 你们当时还排列了一下怎么唱是吧 顺了一下歌词 因为很久没唱了 就你们的性格应该会哪一首耳歌 当时选定的是两只老虎 自然春春设想过和和解同台PK的场景 但他却有惊无险地进入了决赛 并最终获得了冠军 自从得了第一名之后 春春的生活完全改变 现在春春是有两个身份 大致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是一个歌手 还有一个身份是学生 现在这两个身份你熟和来平衡的 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常常会怀念学校的生活 因为非常简单 顺便问一下您考研考得怎么样 我考研已经考了 已经考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成绩 听校长说就还算可以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 接到通知要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报喜 分享一下快乐 但是也要更头疼的是 怎么来安排上课和工作的时间 但是现在就是已经 就是走这条路 就是没办法退 所以呢 也是 再慢慢的学习 其实我的性格有时候可能 别人会觉得不适合在娱乐圈 因为非常内向 其实私底下 然后学校那边 现在就是我在实习 我们大四会实习嘛 然后五月份会回去 五六月份会回去 就是论文答辩 然后就毕业了 我想知道像你们学这个声乐的实习 是怎么实习啊 实习就是自己就是 比如说到文工团找工作啊 然后自己在外面跑啊 或者怎么样 那如果说你这次不是超女的原因 你没有做线做歌手 你可能就会去文工团去找工作 我觉得可能我不是很适合文工团那种 所以我当时设立的目标是 到北京唱酒吧 就实习的期间到北京去唱酒吧 对 你之前有唱过酒吧吗 我之前 算比较少吧 圣诞节的时候在咖啡馆唱过 我就想体会一下 作为一个咖啡馆 然后一个酒吧歌手 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谢谢你做这么多代言了 这个应该比以前 我们不要说多有钱 但是肯定比做学生的时候要有钱多了 你是一个懂得理财的人吗 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得理财的人 就是有多少赚到多少钱 全部交给家里 你到现在长到这么大 可以自己买的最贵的东西是 我很少给自己买东西 就可能其他东西就花不了我的钱 然后家里面就是碟子挤大箱 春春有一首歌 就是你推的单曲春天 那个冬天快乐这首歌的有一句歌词 我觉得特别像你 我不知道这句歌词 是不是你自己比较喜欢 你说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 都是在对你诉说 你是大部分的时间 除了唱歌就是在沉默 算是吧 好 谢谢春春 谢谢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我会对自己说 冬天快乐 我喜欢没有子的床 娱乐新势力 新娱乐